哈喽,每一都更新的君君来了,诚意于9月6日去长沙录制的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,这期节目已经在9月24日如约和大家见面,自从上周的夏季预告出来之后,整整期待了一周的时间,大家终于可以看到萌萌的和萌萌的诚意了,诚意参与这次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,是和蔡文静一起宣传新剧底线的,作为线旅剧的底线,从开机就备受瞩目, 如今这部剧已经在9月19日正式在湖南卫视开播,收视率和各方面反馈都很好,而诚意在《你好星期六》这一期的表现,也让大家看到了他私下有趣搞笑的一面,这一期用《你好星期六》收视再次封神,而这期节目之所以收视能够这么好,确实是因为,这次兴起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嘉宾,他就是诚意,说真的,可能许多人之前只知道诚意人气很高,演技不错, 特别是这次他还在底线中和静东合作,更上人眼前一亮,而这次诚意上《你好星期六》真的让人更加大吃一惊,综艺本身的内核就是人,节目效果如何与参演的嘉宾最相关,《你好星期六》作为一档棚内综艺,基本上玩的都是一些棚内的小游戏,一直以来,诚意参加综艺节目都有自己的特色,在玩游戏的环节总会有种莫名的综艺感, 这次和蔡文静一起录制节目更是被粉丝续称,秒变负虚奇,还被邀请,作为《你好星期六》的常驻嘉宾,本期的规则是各位成员作为好六事务所的员工,需要通过比拼,争取调查经费,最后所得资金最少的两组成员需要被惩罚, 虽然诚意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横店,号称横店无情打工人,经常一部戏拍完后无奉险接进入下一个剧组,很少参与综艺真人秀录制,但他每次参与综艺录制时,总会给观众留下许多搞笑的名场面,诚意综艺感很强,主要是因为他呆萌的性格,每次参加团队比拼时,他都会因为记不住规则,而出现和别人频率不同的动作,还会因为各种奇葩的脑洞,创造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京剧, 而诚意这次来你好星期六这档综艺真的显示出来,它就是一个游戏黑洞啊,在搭档合作猜词环节中,规则要求搭档双方需要用方言,描述题板上的关键词信息,但不能透露任何关键词,二人选择先让蔡文静描述诚诚意来猜,描述的过程中不能说到题板上的题,诚意选择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粤语,不过观众评价这粤语中略带有一丝塑料的感觉, 但反而呈现出了很搞笑的效果,即使给到诚意的题目并不难猜,而且蔡文静也确实一直在用心引导诚意, 可是诚意确实贡献了游戏黑洞的一面,第一个节目是相亲,蔡文静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干什么,诚意的回答是情侣, 蔡文静提醒诚意在成为情侣之前他们要干什么,一般的人都会想到要相亲要约会,可是诚意的回答却是要先成为朋友, 这么一想,诚意的回答也没有毛病,但是接下来蔡文静提醒,他情侣应该干点什么的时候, 他的回答就有点让人去报笑,他的回答居然是要去公园,最后大家都帮忙来解释相亲, 在诚意继续说出公园之后,何炯直接笑到躺在地上,不过最最搞笑的还是, 诚意组抽到的关键词是,蜜蜂将自己的嘴巴扎成了香肠嘴, 因为诚意录制节目时选择了一身黄色修身衬衣,因此蔡文静描述的关键词颜色是与他的衣服颜色一般, 听完这句话后,诚意的第一反应是黄牛,这奇葩脑洞也让众人没有想到了, 随后,蔡文静用GT加语言努力想表达出嘴巴被蜜蜂遮会变成香肠嘴, 诚意的回答是,我的嘴巴被扎得嘟嘟嘟嘟啊, 全场人爆笑,蔡文静想换个思路描述,何炯看不下去了, 就开始帮忙,嘟嘟嘟的嘴叫什么,他非常确信地说嘟嘟嘴,蜜蜂嘟嘟嘴, 蜜蜂香肠包,蜜蜂扎香肠的嘴巴, 何炯和蔡文静都愣住了,这是怎么扯上的关系, 何炯继续帮忙一起描述,不是香肠的嘴巴,是你的嘴巴, 诚意恍然大悟,哦,蜜蜂扎香肠的嘴巴扎到了我的嘟嘟嘴,笑死, 此时好友谭倩词在一旁提醒他,动作是轻轻, 想要特指蜜蜂与嘴巴进行了接触,可没想到诚意居然说出轻具, 第一次见面就轻轻吗,这句话不仅非常符合诚意老干部的人设, 也成为了本期节目最大的笑点, 而且诚意真的是一本正经在回答, 却逗得在场的大家好哈哈大笑, 连一旁的何老师都没有忍住大笑不止, 节目中何炯也说了你说我猜的游戏可以让诚意玩一击, 何炯常住,要不让诚意常住吧,就玩这个, 反观诚意看大家笑了更是一脸懵, 都不知道大家在笑啥,真是搞笑而不自知啊, 不过这还不算啥,最经典的还是后面过棍子的环节, 本来这个环节是斗牛环节中, 诚意再次展现出自己呆萌的一面, 按照游戏规则这棍子要按顺序过才算过关, 而诚意呢好像一开始就没有听懂游戏规则, 在自己的队友蔡文静做其他游戏的时候, 诚意就在一旁研究这个棍子该怎么玩, 最后蔡文静那边结束了, 何炯看到诚意好像还是不太明白, 就过来专门指导了诚意一下, 但诚意依然搞不清状况, 甚至还因为误解规则而做出高难度动作, 正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, 诚意似乎还是没有明白这个环节该怎么玩, 只见他直接将两条腿弯折, 让棍子从中间绕出来, 变成了诚意耍棍子, 可以说,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底下的人全都笑疯了, 就连一旁的杨迪都在惊呼, 诚意刚刚究竟是什么动作, 成为了场上最强果干王, 在场的所有人真的没有想到, 诚意能是这么大的一个游戏黑洞, 其实笑归笑, 总是笑过有了对节目有好处, 杨迪更是在大笑之后, 给出了诚意综艺感很高的评价,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, 你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啊, 诚意不算是一个特别热闹的人, 他不一定是现场情绪的调动者, 但是他会让周围的人都觉得好笑, 这期节目中杨迪这番话可以说明, 作为喜剧演员的杨迪都让诚意给整郁闷了, 觉得自己很难做效果超过诚意, 喜剧演员是制造笑点, 而诚意没有刻意的制造笑点, 却意外成为了搞笑的焦点, 然而当时诚意就蒙圈了, 诚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搞笑, 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, 但越是认真出来的效果就越好, 他本人与底线中的周一安倒是有点像, 对待工作很严谨, 诚意自己本场的表现就是在认真工作的样子, 所以才听到杨迪这番话, 看到大家被他搞笑的样子, 但是诚意自己又认为自己游戏没有完好, 却不知道为啥把大家逗笑了, 加上自己搞错游戏规则可能就有点小尴尬, 这会儿被杨迪这么一问反而不知道怎么回答, 一旁的主持人何炯当然及时出手, 替诚意解释道, 早上六点钟他还怠着头套, 在横店剧组里拍着戏, 这会儿还没有缓过来, 而诚意听到这话也是赶紧点头说是是, 经过各个环节的比拼, 王鹤蒂和杨迪组合以及由谭剑次和荣子山组成的 你安全吗组合成功逃脱, 免于被惩罚, 而剩下的两组成员则需要经受服不服挑战, 来确定究竟谁会得到最终的奶油扑面惩罚, 为了公平几件, 将由荣子山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通过翻牌子来决定, 究竟谁被惩罚, 干净了一整期的诚意成为了天选之子, 不过即使被惩罚, 诚意也随其表示奶油很甜不得不承认, 这种不经意的呆萌所创造出的综艺感, 最能够创造出观众意想不到的效果, 许多观众看了这期节目后评价说, 怎么会有一个人戏里面演戏, 戏外面参加综艺反差感那么大的, 他的思维散发的一般人接不住, 还有网友评价说, 诚意自带综艺感, 有点萌而不自知, 很有综艺感, 但人也是藏不住事, 感觉人没啥心眼子, 不得不说诚意这种搞笑不自知, 在综艺里是最宝贵的, 你看了这期节目吗? 对于诚意的综艺感,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!